而2014年的船难也再添一起 星期天早上载着400多人跟200多辆汽车 从希腊前往意大利的意大利轮船 诺曼大西洋号发生大火 目前已经确定有10人死亡 400多人获救 不过因为船上可能有非法移民 没有搭在这个乘客的名单上 因此当局担心失踪人数 可能比预期的要高出许多 火蛇是从轮船下层的停车场窜出 但火灾发生时 警铃竟然没有响 许多乘客是在睡梦中 被其他乘客叫醒或是被烟雾呛醒 赶紧前往邮轮上层逃生 由于配备的救生品不足 许多人在寒风中等待了好几个小时 才盼到直升机救援 今天意大利跟希腊的救援直升机 救出最后一名船上的生还者 获救人数达到427人 根据正式的登船人员名单 这艘船搭载了478人 不过在获救的人员中 有80位是不在名单上的非法偷渡客 显示失踪人数可能超过百人 目前当局还在调查船难的发生原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